剩下這個病 你又全身都痛 然後你又沒辦法 感覺上這個病對他們來講是一種精神的負擔 對他們比較不好意思 腸胃開始痛 痛了半個月 一路檢查出來以後 就發現已經是大腸胎第四期 想到了比較像以後 要怎樣過下去 大腸小孩在家 就陪換他 陪著是媽媽的角色 陪著孩子 然後我就不用做了這樣子 這腸不敢多想 他先 什麼都以他先 後面再說 這樣子 看著呢 七腳他們都還這樣子努力 我覺得我還不能放棄 看看能不能 對 還是 快走 我就可以 這樣子 明天 那 還要 要 還要 爹 說